我用兩首歌舉例子 有什麼不一樣 這首歌 他會怕有壓天之類說我 跟 他會怕有壓天之類說我 跟 他會怕有壓天之類說我 好的 剛剛那兩首歌的例子 是我發給我的學生 然後我們在討論 我學生大概長這樣子 不是啦 我們在討論就是說 把你學會的這些歌呢 都翻譯成極數來做歸納總結 那剛剛這首歌的例子 一個是Don't Cry 一個是海闊天空 他的副歌 就是說他這個尾巴剛好都是 四五三六二一 當然他有一些變種 變種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些可取代的關係 這個 我可以用文字講給你聽 因為我寫了很多文字 這個嘴巴講講太慢了 這個影片我主要強調就是 他的尾巴有什麼不一樣 宋東也的很多歌都有這個特性就是 四三六二 回到E 或者是回到6m 這就是一個有點像大調 或者是有點像小調的結尾 大調的加在E 小調的加在6m 就是那個M 6M 這點很重要 所以導致了剛剛這兩首歌 回到E是一個明亮的結尾 而 是一個憂鬱的結尾 這首歌 Gunst and Roses 原版裡面就有兩個結尾 有的句子它是結在6m 就是比較憂傷 而它最後結在E 就明亮起來了 宋東也的歌像安和喬也是 它有的時候結在6m 有時候結在E 那像剛剛那個海過天空 那是我亂改的 它一直是結束在E 海過天空 Beyond這種音樂就是很正能量 所以它就喜歡結束在E 但是如果把音結束在6m 的話 它也會怪怪 我剛剛唱起來就是 這是E 有人說 你故意把旋律改了 所以導致本來很明亮 聽起來很憂慮 你可不可以用原來的旋律 但是只有和弦變了 其實也可以的 我還是跟唱這個 Mor一樣的旋律 但是一個是C 一個是A A minor A minor 就會讓你這首歌的 調性的感覺變得不一樣 說得完整一點就是 一個回到的加是E 一個回到的加是6m 導致它是像大調或者是像小調 這個例子你們可以多多玩 然後有問題可以找我 我們一起可以做一些分析 好 拜拜